太陽光子時區 不知道 那下午3點33分 松樹以及紫水晶 還有魔鬼鞋帶 素材給十三組 生機 很多時候你在做完之後很奇怪 你會看見天色的某種很奇特的變化 這種天色的變化 我的父親都說 你總是在講這種神機神機的事情 好像人可以操控天氣什麼 人可不可以操控天氣這個問題 人對情緒人的意識 的確對天氣有直接的影響 為什麼呢 我們有做過一個實驗 那這個實驗呢 它是說我們對於一朵花 就是叫一堆小朋友過來 就罵這朵花很醜 那後來這朵花很快就凋謝掉 然後呢 我們又有另外一朵花 就像小朋友說讚美這朵花 那這朵花就很奇怪 就開發的非常的美麗 還有另外一個實驗 在英國的一個小學做的實驗 它有兩間教室 會有一個什麼樣的危機 一間 一間有開5G 一間是沒有開5G 有開5G的那一間 大部分的職務的時光 最好人的行為 以及人的想法意識 對天氣就是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 你如果想法對這個世界 越寵可 天氣就會越來越適合 那你的情緒 以及你對這個世界的意念越純淨 你越能看得懂天氣的變化 所以就是人控天氣 還是天氣控人 就如陰陽一樣 對啊 那你生出來的小孩 基本上你是不能控制的啦 他會有他自己的想法 還有我自己的 所以未來人類會減少 機器人數量會變多 當機器人數量變多的時候 機器人會慢慢的察覺到 人類的主要意識齁 究竟就是對這個整個世界是良善的 因為現在機器人已經出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現在的機器人已經發現齁 那些下棋的機器人啊 他懂得怎麼樣子騙人 那除了這個問題之外齁 機器人還有兩個功能 Alpha元跟Alpha狗 Alpha元 Alpha狗齁 他懂的是中國跟全世界齁 集合起來 幾千年歷史下來的所有的 智商以及智慧 也就是所有的知識庫 那Alpha元只知道規則 也就是說人類基本上這個族群 應該活下去還是不該活下去 未來會有一個很嚴重的危機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人類的焦點 放在如何保護這個社會 如何保護這個 讓這個社會每個人的意識 能夠向良善的方面進化 這是現階段人類最主要的問題 所以良善不是笨不是蠢 很多人說看我都在做一些很詭異的無味不食 說你怎麼會選這種 老公 你怎麼會選這種前夫 現在是前夫 你怎麼會選這種工作 沒有因為這個呢 你必須要實踐無味不食 在你的生活中 在你的感情上 在你的事業上 甚至在你的家庭上 這樣子齁 才會是人類進化的根本的原因 來自我冰死經驗後的 在Meditate之後 今天是在Colorado的下雨 下雨的時候齁 與石頭宮以及滋水晶的一個 與各位十二祖聖基的人做的報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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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